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没有参战 北约也没有参战 我们没有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 但我们通过我们提供的军事装备来声援乌克兰 我们将会声援到底 纳德里昂表示 近2万名外国战士自愿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2月底宣布建立一个由外国战士组成的国际军团 以帮助他击退俄罗斯军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布 第二次疏散马里乌波尔居民的尝试再次被打断 该委员会此前曾打开通道 这个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大型战略港口城市 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及其盟友包围数日 这场战争在俄罗斯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 专门监测示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宣布 3月6号星期日 至少有1100名反对军事干预乌克兰的示威者 在大约30个俄罗斯城市被捕 俄罗斯军队正在保持对乌克兰南部和基辅施压 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周日在Facebook上发布的报告 俄罗斯军队正在继续其攻势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基辅、哈尔科夫和米克拉耶夫等城市的郊区 2022年3月5号星期六 法国首都巴黎有两项大型的社会活动 一个是黄马甲继续动员反对疫苗通行证的相关措施 另一个是支持乌克兰人民的大型集会 眼下的乌克兰危机被称为一场触动欧洲人心灵的战争 为了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采取的军事行动 一些法国的协会、工会和政党 呼吁在法国各地的民众行动起来 通过周六的示威集会来支持乌克兰人民 从下午3点开始 众多法国市民聚集在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 他们高呼反对欧洲战争的口号 打出呼吁和平的标语 并要求各国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们必须要必须要动 在街上的街上 我们必须要动作出发生的战争 我们必须要动作出发生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动作出发生的国家 这并不可能是一种平台的问题 在一世纪的21世纪 要解决问题的问题 我认为他们的政府和英国务理理 都要重新重新的领域 在这些战略的挑战 在这些战略 也许是我们的航空和 Ukrainiens 和其他人的民主兵 在城市 和在所有战争我们之前的战略 这没有任何人都不够了 您将会做到所有的方式 能够出现中国的支持 不仅仅是有种专业 但也有种专业的性格 以为他们可以抗拒几个威风险 一切都不忍耐性 我今天在席席 我曾经在乌兰的两个年轻人 他的姓姨是在那里 Ukraine is a free, independent, peace-loving country Ukraine only wanted a better future for itself and that is being viciously, violently taken away from it This invasion has no justification whatsoever The Ukrainian people need our support They need more support, even more support than Europe is giving them right now The measures up to now have been good But Europe and the world need to wake up and need to do more Ukraine cannot be sacrificed like this Ukraine has a future, and Russia cannot take that away It is the most unjust war, one of the most unjust wars in my lifetime And we must, must stand up to this tyranny which is being portrayed, put onto the Ukrainian people 据组织者称,这是巴黎人第三次集会 军事行动开始当天有5000人 上周有15000人 此外,法国的波尔多、蒙比利埃等城市 本周相继爆发了乌克兰侨民反战游行示威 世界范围内,格鲁吉亚、捷克、波兰、贝鲁特、东京、都柏林、阿姆斯特丹和伊斯坦布尔等地 也爆发了反对战争声援乌克兰的游行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 截至3月7号零点 韩国较前一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万0716例 累计确诊466万6977例 新增死亡病例139例 3月6号,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韩国当天单日新增病例较3月4号的最高记录减少56133例 但仍达到一周前的1.5倍和两周前的2.2倍 有研究机构预测 到本月中旬,单日新增病例获达35万例 另一方面,企划财政部消息称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 在5号进行的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中结果呈阳性 6号上午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他没有出现症状 将接受7天的居家隔离治疗 此前,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正在接受居家隔离治疗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